下面聊一个小问题 这段时间你会看到 这个商丘的富有保健院 那孩子的出生证被偷了 最后调查出来是监守之道 那个监守之道 这就别麻烦了 你自家弄的孩子的出生证明 你怎么自己偷自己的 如果你吸引那鬼 为什么偷呢 那肯定是很多拐卖的孩子 他想上学 上户口 那要开出生证明 跑到这家医院给开的 所以通过这个背后呢 我想聊一个事 这是大量的拐卖儿童 包括大量的拐卖父母 包括太多的青少年失踪 各位有些发现 这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事 这也不是一群人干得了的事 这是一个链条的人干得了的事 因为你买卖个孩子 你得给他上户口 你上户口得有出生证 还有他面临结婚需要 要生孩子需要 看病都需要身份 身份怎么解决 所以一定有医院 狼狈为奸干这个事 包括拐卖的妇女 这么大一个凶人 你突然之间给他上身份 你怎么给他改他的身份 你会发现这些背后 还都是权力机构干的事 而且你还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拐卖孩子 拐卖妇女 他怎么这样 他要生活 他周边要有邻居 你突然多这么个人 谁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突然多样个女人 谁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身边的邻居 包括当地的居委会 村委会 是不是都知道这个事 那你都知道 为什么要选择承诺 你甚至还选择帮凶 人家跑了 还在把人家抢回来 我不知道这些背后 意味着什么 我们简单的通过这个 他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这是一帮人 要么在沉默 要么是帮凶 要么在吃饭反饭 这一个人干不了的 所以我想分享几句话 这一个人的沉默呀 包括你们孤独啊 你们妹朋友啊 叫思考 十个人的沉默叫无奈 那无数人的沉默叫冷漠 十个人的沉默叫黑暗 我们明知道是假的 也不说叫黑暗 很多说头乌龟的人 老自以为沉默是金 我一再说 沉默只是懦弱者的借口 只是弱者对强者屈服的借口 来隐瞒自己内心真实的手段 他只是一种委屈求全 在丛林发展的社会的 明哲保身的手段 但是事实是 你不管怎么沉默 对虎狼来说 羊群的沉默 从来都不是一条生路 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对羊来说 你怎么沉默 对老虎来说 毫无意义 马金·路德也说过 当我们看到真相 一言不发誓 其实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 所以我认为 那些沉默者 可能都是在做帮凶 都是把灾难 留给了自己的后代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所有的人 都现在慢慢的快形成 太多人 不能所有的人 都形成了一种习惯 只要和自己眼前 利益无关的事 都会选择沉默 多数会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思考 另外一个事 你会发现 这个青少年时钟 就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时钟 如果你要是打黑工的话 这帮孩子什么有用的 对吧 打黑工你在弄成年人 你叫赵默人干什么 还有一个绑架的话 你家里要接到电话 对吧 要有赎金的 没有赎金就失票 这么多凶孩子失踪 又不存在打黑工 又不存在的绑架 那你说去哪 对吧 你这个初中数学 简单的排除方言 能排除出来的 所以这个背后 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你比如从学校的时钟 那摄像头都坏了 那背后一定有老师 有校长参与其中 那到了医院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一定要找到 供体的那个证明 你没有供体的证明 你直接拿这个东西 离装上 那医生是不是 以来自家造假 所以这个背后 你会发现 就很恐怖 还有一个 你取供体的时候 这个人来源不明 你怎么就敢取供体 对吧 你装供体的时候 这个供体来源不明 你怎么也敢装 这都是断子绝顺的事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太多的人 这个背后呢 是自发犯法 谋财害命 背后还有一个东西 各位你发现没有 还都是这个社会的 伎俩干的事 你看老师 本来该是医治我们的心灵 医治灵魂的 医生是医治身体的 法官是维护公平正义的 公安是维护治安的 你会发现 一路作恶 这都是整个这个 我们社会最信任的人 干了和自己 完全颠倒的工作 你想想 连一个社会 连几粮都没了 这个社会还有什么 我们都知道 医生是要救世负伤的 结果呢 不明共体 他敢摘 不明共体 他敢安 你看看江西那个孩子 那个校长 那个摄像头坏了 那个校长 那个狂妄 那个飞扬跋扈 所以这些背后 我们在思考 这是怎么了 我一再说 如果这个社会 被伤害的 还都是弱者 这个社会 弱者没有尊严 屡屡被伤害 其实这不是个正常的社会 这还是一个丛林社会 这个社会 没法讲道理 文明社会可以讲道理 丛林社会 没法讲道理 就以弱肉强食的社会 我们是能分析出来 比较悲 比较悲 大量的这个医生 你看医生 首先是医德 这个医生 你看 自古以来 他在社会上 威瓦是很高的 有一句话 你们一定知道 叫不为良相 即为良意 所以 就很不好玩 这里很高的 对 看医生 好吗 是 谢谢观看